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罗马称霸西方的决定性战争叫做布尼战争 发生在公元前264年 此后又过了一百多年 罗马才开始征服亚历山大大地建立的帝国 你看 从亚历山大征服希腊开始 古希腊文明已经在政治上 军事上失败了 但当时的古罗马呢 政治上 军事上 成就范围还没有超出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 简单总结一下 罗马的起点其实没有比古希腊晚太多 双方在时间上并存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很显然 古罗马发展的要比古希腊慢 一直到希腊人都被征服了 古罗马人的势力范围还没有超过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 既然是这样 我为什么还要说古希腊和古罗马之间是接力关系呢 显然 这个接力棒交接的并不是严丝合缝的嘛 我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古罗马和古希腊确实是两个独立的文化 它们有不同的起点和成长逻辑 但是它们之间呢 也存在着传承的关系 尤其是在语言 文化 哲学这些方面 那我现在你看看 罗马在西方文明里边是个什么角色 它和古希腊文明到底有什么不同 古希腊和古罗马基本文明特质 很不一样 就像两个人的性格并负不一样 先看看他们的自然条件 虽然他们都是地中海里边的半岛 但是回想一下 我们上次讲过 古希腊半岛是以土地丘陵为主 粮食很难保证自己 所以天然就是外向性经济 必须用自己的特色农产品 去换手工业制品 换粮食 所以形成了典型的商业文明 但是罗马不一样 意大利半岛平原很多 很事宜耕种 更巧合的是 意大利半岛的天然粮港 本身就很少 出海不变 于是罗马人在经济上 主要是靠农业来解决生机问题 接下来你就很容易察觉到 古希腊和古罗马 在生存逻辑上有很大的差别 古希腊主要靠海军保护粮食贸易 古罗马主要靠陆军来扩大地盘 农业最基本的两种生产资料 土地和人口 都可以通过陆军来获得 既然不怎么做海上贸易 海军也就不需要了 而且意大利平原无险可守 不像希腊 到处都是小石头山 可以修卫城 光靠守是守不住的 而且要解决自缘紧张的问题 就必须向外扩张 有句话你很熟悉 叫做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用在罗马身上很合适 说完外边 我们再来说说里边 民族性格 希腊人因为有贸易 有哲学 有诗歌 有戏剧 有政治参与 所以性格很阳光 很活泼 很细腻 这种性格呢 也反过来促进了 他们的贸易 哲学 戏剧 而罗马人不像希腊人 倒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 秦国人 照哲学 戏剧 诗歌的标准来看 罗马人没什么文化 他们质朴 勇敢 忠诚 在家是农民 出门是士兵 好 你现在知道了 古希腊和古罗马呀 在文明的起点 全长的逻辑 民族的性格上 都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我开头就跟你说了 古罗马在西方文明的路上 接过了古希腊的棒 他们之间有交集 有契合点 还有某种共同的特质和使命 两个文明虽然表面上不一样 但有一些底层逻辑是相同的 最明显的例子是宗教 你可能比较熟悉 古希腊宗教里边的神 比如说 宙斯 赫拉 实际上 古罗马的神和古希腊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是名字不同 比如啊 古希腊的主神叫宙斯 在古罗马叫朱比特 古希腊的天后呢 叫赫拉 在古罗马叫朱诺 古希腊的战神叫阿瑞斯 在古罗马叫马尔斯 古希腊的爱与美女神叫阿弗罗地特 在古罗马叫威纳斯 他们只是名字不同 地位功能甚至故事都是一样 古罗马和古希腊之间 存在着很多类似的文化特性 只是教法不同 实际上是一回事 这说明了 两个文明在起点上 有共同的记忆 古罗马传承古希腊的地方 我认为最重要的在语言和哲学 先来看看语言 一直到罗马共和国外期 罗马使用的语言 都是来自古希腊的语言 听到这 你就有可能问了 老师不对啊 罗马人说的不是希腊语 是拉丁语啊 没错 是这样的 但那是后面的事情了 罗马文明的幼年 童年 希腊人已经是文化巨人了 罗马在文化上对希腊 简直是高山洋指 只有学习的份 在亚历山大大帝 建立起第一个世界帝国以后 希腊语成了各国的官方语言 和整个社会的通用语言 以希腊语为基础 出现了一种简便的普通话 这种语言啊 从公元前三百年开始流传 一直到罗马共和国晚期 甚至到帝国早期啊 就是整个地中海世界 绝大多数民族的共同语言 它就是普通话 很多当时的文化名人 比如大历史学家波里比亚 大传记作家普鲁塔克 罗马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流 新柏拉图主义的宗师普罗提诺 文学家刘善等等吧 都是使用这种普通话来写作 而且啊 圣经的新约 也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 那么罗马什么时候 才开始使用拉丁语呢 是亚历山大建立帝国以后 又过了两百多年 共和国都被帝国取代了 罗马才有了自己像样的文化人 比如说独裁者凯撒 他也是伟大的历史学家 比如说西塞罗 他用拉丁文演讲和写作啊 简直就是完美的典范 再比如说大师人维吉尔 人们把他的诗啊 就当做了罗马历史的源头 到了他们这代人手中啊 拉丁语拉丁文 才从一种地方土化 变成了有内涵 有文化 有气魄的状态 但无论如何 罗马人在文化上 一直都是希腊人的学生 老师所说的是希腊语 写的是希腊文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当然就会去模仿 去领会 去琢磨 希腊的精神呢 也就这样自然而然的 传给了罗马人 说完了语言啊 我们再来看看 希腊人交给罗马人的 第二根接力棒 那就是哲学 我认为啊 哲学最能体现 古希腊和古罗马之间 内在的紧密的精神联系 这个哲学呢 就是指斯多格哲学 斯多格学派的开创者 是哲学家之诺 这个学派呢 是在希腊化时期创立的 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 征服希腊之后的那个时期 斯多格哲学啊 对罗马影响很大 从罗马共和国晚期 到帝国的全盛时期 三百多年当中 斯多格哲学 就是罗马人的普遍信条 还出了很多名人替他代言 你比如说 作为罗马共和国 文化象征的西塞罗 他就曾经去 斯多格的学校学习 斯多格哲学家塞涅卡 他曾经当过 罗马皇帝尼路的老师和高菜 罗马著名的好皇帝 李克泰德的学校里边学习过 奥勒留的陈斯多 是公认的斯多格哲学的代表作 他也成了西方历史上 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 罕见的哲学家皇帝 斯多格哲学啊 比较复杂 希腊哲学里边呢 很多精华被他继承 发扬光大 我在这呢 跟你讲三个要点 是斯多格把他交给了罗马人 罗马人呢 又把这三个理念 洒向了全世界 第一 理性 人是理性的动物 理性是人的独特的能力和品质 凭借他呢 人就能知道善恶 去选择过善良的生活 第二 自然法 世界是自然法规定好的 它体现了和谐和正义 好生活和好政治 必须遵循自然法 第三 平等 每个人在拥有理性的意义上 是平等的 奴隶也不例外 正是在这样一种 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 斯多格第一次在西方历史上 把所有人看成统类 于是人类 这个伟大的概念就诞生了 理性 自然法 平等 被罗马人普遍接受之后 就运用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 完全渗透进了罗马法 随着罗马人打造出自己的世界帝国 罗马法对帝国成名普遍有效 斯多格的观念 也就洒向了全世界 好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西方文明的前两个阶段 古希腊和古罗马之间 是接力关系 这两大文明的起点 其实相差并不远 但是成长的速度差别很大 罗马走的是武力扩张的道路 一直到西方文明衰亡 才开始加速前进 古罗马和古希腊在自然禀赋 生存逻辑 民族性格上 都有明显的差别 尽管如此 古希腊和古罗马 通过语言 文化 哲学 完成了文明的接力 他们之间 有共同的精神品质 在这个单元 我们讲古罗马 他给西方留下了 希腊没有创造出来的基因 比如说 好的政治的基本格式 共和 世界共同体的想象 帝国 多元文化的融合 军事的强盛 等等 罗马人 给人的印象是硬 这个单元呢 我主要带你去看 罗马人 留给了西方文明 什么样的硬逻辑 我们把这个硬东西 吃下来 下一讲 我就带你去看看 一个关键问题 罗马留给西方文明的 一个重要遗产 共和 共和这种正体 到底在罗马 是怎么出现的 它为什么令人神往 它实际上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期待你的到来 咱们下一讲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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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